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来介绍福大医院福建科的主任 陈思远陈教授 他是台湾大学医学的医学士 台湾大学流行医学研究所的博士 他曾经担任过台大医院福建部的主治医师 台大医院医学系福建科的助理教授 台大医院云宁分院福建部的主任 也担任过台大医院云宁分院医疗 知情师的主任 我就想到了 他现在的院长也在争取担任台大的校长 过去我们也请他演讲过 他现在是辅大医院福建科的主任 辅大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的副主任 辅大医院医疗事务师的主任 他的专长一般的副建心脏副建老人副建等领域 他的证照具有副建科专科医师 老人医学专科医师等专业证照 他的荣誉承获第二十二届日本心脏副建医学会的优秀发表奖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我们陈主任不但是理论跟实务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请到陈思妍陈教掌声 欢迎我们陈教掌 我想感谢大家早上来参加这个演讲 我刚才听到黄巨培基金会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努力 所以能够有机会来这边演讲非常高兴 刚才也提到了 我之前在台大运营副院的时候的院长 现在在选台大校长 来这边来过 另外目前现任台大医院的副院长王廷归教授 其实是我的老师也是同事也是好友 他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也来讲跟这个类似的题目 运动处方是今天我讲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所以说这张是刚才其实 红秘书长刚才已经有很简单的 跟我介绍了我的基本的经历 我基本上其实一直在台大 然后后来有被派到运营去自治医院当主任 然后回台大之后 刚好有机缘 刚好在五年前的时候 普代医院成立 所以跟着普代医院的 那么其实有一些我已经在台大医院的一些 研究团队的长官们一起就过去 所以过去还是担忽福建科主任 那也建一些行政香港的工作的情形 那我今天谈题目运动 其实就是我从担忽福建科医师之后 我后续所从事的主要的领域 那我喜欢演讲的时候跟大家一起互动 不过今天我们大概不跟大家问问题 不过大家可以举手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想问的一个软身的问题 那请问您现在有规律运动吗 这是暖身体 那你有的话拜托请举手让我看一下下 非常好 OK 我想在场大家会来这样一直追寻的 我们红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 红基金会的这个演讲 都是一个重视健康的 那大家知道重视健康 我们要快乐生活 运动一直是不可去的部分 所以符合我的想法 可是往下来再谈 什么叫规律运动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对规律运动这件事情 做一个小小的定义 所以我当然问大家 说在没有规律运动 大家觉得我有 那我就要再往下来问这个问题 现在不用大家回答 不过大家要把这个答案放在自己心里 第一件事情 好我们之后有规律运动 什么规律运动 我要问问题是 在过去的三个月内 你们知道过去这两年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大家很多很多活动都被一些限制 什么之类的 那很可能我在几年前 在新冠肺炎之前 大家都运动做得很规律 可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大家对户外活动什么之类 有些担忧的时候就没有了 当然疫情在这几年来 上上下下起伏会有些变化 所以现在问问题就是说 在过去三个月内 你平均每周从事几次的运动 所以这个事情 就在暖身体 在暖身的时候 就意思说 大家自己记下来这件事情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规律运动的时候 原则上一般而言 在过去这三个月的时候 你平均每次去运动 运动了几分钟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演讲的 或开始之前 大家的暖身体 所以大家都记在这心里 我们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花给大家一张纸张 不大家纸张就写下来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进入我今天天的问题了 我今天要分的主题有几个 第一个问题就问说 其实让大家知道说运动 在场各位运动有接近60%至70%的人 其实都有规律运动 我如何知道说运动对我什么好处 其实另外一部分也会想说 其实另外一部分也会想说 我不只我自己有好处 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周遭的人 我的好友们 我的家人们 其实也有这些的好处 那这些呢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也可以去告诉我的朋友的家人 鼓励他跟我一样去规律运动 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主题 那运动有什么好处 它既然叫运动 我们运动的时候 就会气喘吁吁 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有肺力的感觉 所以这种肺力感觉来源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叫做我们的心肺功能 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能量 我的能量来让我的肌肉收缩 收缩的时候带动身体的活动 这我们看到我们有在做运动的情形 那这个能量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我身体在代谢的时候呢 把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代谢物质 像血糖啊 还是像血中的血脂肪啊 这些游离脂肪酸这些东西 它背后有很复杂的一个代谢流程 那它产生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会让我们肌肉可以做收缩 那可是这些能量的背后一个核心呢 其实它是用到我们大气中的氧气 是我们呼吸 我们空气中的气体里面的氧气 这氧气会送到身体的组织 特别是肌肉组织里面的一些结构 然后呢它会产生能量 这个能量提供我的肌肉来收缩 所以说呢 我们常常谈到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谈到说 这些会让我肺力觉得喘 让我的呼吸加快 让我的心跳变快 这些事情呢 它其实它背后的核心的精神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心肺耐力 所以心肺耐力 好 就会代表说你在活动的时候 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演讲 二楼跟三楼 刚才上来的时候 爬楼梯上来的请举手 OK 不少我们就坐电梯上来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当我爬楼梯上来的时候呢 尤其是爬到三楼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们这个新北市政府的影响厅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一楼爬到三楼 有些人脸不红气不喘 有些人有点喘 这些会喘或不喘这些事情呢 他就背后代表的心肺耐力这样的情形 那现实上呢 我们在心肺耐力在运动医学里面 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表现 那其实最常听到的就是什么呢 跑马拉松 马拉松选手 他们可以跑42公里 跑这么长 运动时间这么长 而且还规定在 当然有前面排名全世界前两分五十几秒的世界级的 也有说我要在所谓的跑马拉松 我必须要在他结束比赛前完成42公里 有完赛的这种情形 这都就是马拉松的事情 马拉松的选手 其实就是这种长时间跑步的运动 能够做这些事情的人 相当于就是什么呢 心肺耐力要好的人 他可以慢跑 而且不是慢跑 而且还是长跑 那其实在台湾这几年来 跑马拉松的风气其实非常盛 我就随便做人家准备演讲的时候 我就抓了一下最近的马拉松 OK 我所在台北新北市 台北就台北马拉松 已经办了好多年 你看最近是在12月28日的台北马拉松 那我们在新北市 新北市有名叫做什么呢 万金石马拉松 从万里金山石门 跑我们台湾 非常特色北海岸的马拉松 这也是我们国内的马拉松里面 有国际认证的少数几个 就是万金石马拉松 像今年是在今年三月已经结束了 这些能够长距离的马拉松的这些人 这些的心肺耐力都是好的 那能够有心肺耐力好 还有哪些人 哪些运动 OK 这是上礼拜的新闻 就是大家知道上礼拜 还有新南洛台湾来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有遇到影响到我们的台湾 第20次的什么呢 永渡日月坛活动 游泳 常游 游泳 这也是一个心肺耐力好的一个运动 那这是 OK 这是在台湾影响之下 我们今年永渡日月坛 训练也有半成功了 那也是很有名的运动 那另外呢 还有什么 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也是很好的耐力运动 要能够骑很远的话 现在台湾流行的就是什么 挑战一日双塔 什么叫双塔 台湾最北端的那个户柜塔 灯塔 然后一路骑 骑到台湾的最南端 像鹅乱笔的鹅乱笔灯塔 就一天这样 一日双塔 形成Uberlin OK 这其实在台湾也是很流行的 那骑脚踏车也是耐力的运动 而且呢是什么 如果要优秀的运动员的话 心肺耐力要好 所以如果呢 我们把跑步 又把游泳 又把夹车就全部放在一起呢 那就叫做什么 铁人三向 那没听过什么叫铁人三向 现在的讲铁人三向运动 就谈这个 它是怎么样呢 游泳 游1.5公里 1500公尺的游泳 加上骑脚踏车 骑了40公里 再加上跑步跑10公里 这个就是标准的行程 总共51.5公里 它透过这三向运动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我刚才谈到的 运动会有什么好处 运动 尤其有氧运动 它对这些心肺耐力的改善 那这些心肺耐力优秀的表现 其实就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方面会很好的 好 所以说呢 心肺耐力好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 在我们自己生活上 我会想说遇到我们去健行 去爬山 在大楼里面爬楼梯 什么这些的事情 它是体现我们自己身上 优秀的时候呢 在竞技舞台上有优秀的表现 所以运动对我们心肺耐力 是有好处的 这个心肺耐力的好处呢 更有趣的是在忧心病学 我所念的忧心病学的方面的研究 它告诉大家 其实很多很多的研究 不管是国外 不同的 在美国 北美 还是在北欧 很多国家都都有这个研究 它测了一群人的心肺耐力 然后去追踪 那我们看到了一个数值 就是心肺耐力越好的人 就活越久 所以就其实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健康 活得久的时候 心肺耐力越好 他又活得久 一用到我自己有刚才提到的 秘书长介绍到 我自己在临床上的病人是什么 心脏病人的运动 我们也一样看到 一个心脏病的病人 他得了心脏病之后 我们去看他的心肺耐力 心肺耐力越好的人 跟相对性的不好的人 他在长期追踪的时候 心肺耐力越好 活得越久 所以这个心肺耐力 听起来运动对心肺耐力有改善 好像一句话 可是其实呢 它背后隐含很多的 我们的健康上的一个好处 好 我们知道运动会改进我们心肺耐力 那第二个事情是 运动有什么好处 它会减少我们得到冠状动脉疾病的 各类的危险因子 什么叫做冠状动脉疾病的危险因子呢 所谓的冠状动脉呢 它是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心脏 在心脏的这部分呢 我们有冠状动脉 这冠状动脉呢 是提供我们心脏所需要的血液的一条动脉 我们再回来谈 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运动的时候 我们心脏是一个胖子 把我们血液中的血液送到身体的各出去 那我刚才提到的 我运动需要的这些能量 特别是来自于氧气的这些氧气呢 就透过我心脏把这些血打到身体各出去 所以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呢 我的心脏做的功就变多了 因为它输送更单每一分钟 送到全身各处的血液量 就会增加很多 我就心脏做工作的多 可是别忘了心脏也是我们身体的器官嘛 我心脏这本身要做工作多 我心脏本身也要一条血管 来提供我这些的血流 所以所谓的冠状动脉呢 就是指这一条 我们这两个 我们左冠状动脉 右冠状动脉 主要它就是提供我心脏 的时候所需要的血流 好 那当我们得到疾病的时候 我们叫冠状动脉 心脏疾病 或者是冠心症的时候呢 它谈的是什么呢 我这条 提供我心脏的血液的这条血管呢 发生了阻塞 血管不通 我还是有塞了80% 70% 60% 这样的血管的血流不通的情形 那这血流为什么不通呢 那主要是因为血管呢 会有一些周状病变 然后呢 动脉硬化 把血管变得比较狭窄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冠状动脉心脏病 那在现代医疗里面呢 我们会在这些冠状动脉 既然血流不通嘛 塞住了 我们就会所谓的 会做 那个心刀管检查 然后用气球把它扩张 那里面呢 把它放了一支支架 把它这个塞住地方 把它打通 那血流可以顺利通过 这是在我们的心脏科 心脏科会做的这些事情 来处理心脏疾病 那另外呢 如果血管真的塞得好严重 我要做支架 不容易穿过去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那我就呢 干脆拿身体其他的血管呢 把它接到阻塞那一端的下面 这一段被塞住了 那我就把它接到这个地方去 这血流应该正常要流过来 这边血管不通 所以水流不通了 血流不通 那我就从另外一条血管把它接进来 那血就从这边进来 它就提供这一段的血流 这种冠状动脉疾病 我们会遇到的情形 那可是 什么会产生冠状动脉疾病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边发生主射呢 它背后就因为一些常见的 一些我们提到的山高 高血压 那糖尿病 高血脂 回胖 这些状况呢 它就会造成了冠状动脉疾病 发生率的增加 而运动这件事情呢 刚好对于这些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回胖症呢 都有帮嘛 它透过了 改善这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可以减少冠状动脉疾病的危险 譬如说 运动可以降血压 运动 会让我们在量血压中的 比较高的 我们叫做缩缩压 下面比较低的那个 叫做舒张压 它 会让它下降 一般缩缩压会下降 大概5到10厘米 比较低的工作 MHG 在舒张压的部分 会下降4到6MHG 我想在场的长辈 因为像台湾 以台湾的盛行率 高血压盛行率 大概60到70 60左右 所以基本上 在高明的族群里面 可能在场 各位都有吃高血压的药物 每天都要量血压 那这血压呢 这个缩缩压会下降 6到10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可是其实怎么样呢 它有它的帮忙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高血压 在控制的时候 我们使用药物 除了药物以外呢 如果你透过 类似这样的运动的时候 它的下降的时候 你吃的药量 剂量就不用那么多了 我可以减少吃药 你知道任何药物 剂量越高 它的本身可能的一些 副作用的症状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当我们使用适当的高血压药物的时候 如果大家就希望能用最低有效剂量 来控制我的血压 那如果我透过运动的下降 它的就可以呢 让它我们吃的药 可以不用那么多 所以这个在运动在降压情形 那甚至有些人 刚刚我们就知道边缘高血压 就是可能它在低期 还是高血压前期 就是比正常高一点 然后快要吃药的阶段 如果我透过运动的下降 收缩压可以下降大概六到八左右之后 或许它就可以降到接近正常 它就不用药物了 所以基本上运动这个地方情形 所以它其实运动对血压的下降相当稳定 基本上运动训练三个礼拜到三个月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降压效果出来了 可是你停止运动一个月以上之后 那个血压的运动降压效果可能就慢慢会过去 所以你血压有可能回到没有运动的效果在 所以运动降血压要稳定去 另外规律量血压 因为我在临床看到一些病人 他跟我讲说 不是之前医生跟你讲过 你有高血压你要吃药 他说有啊 我吃了一两个月之后 心里想说我以前都没有运动 我就去做运动了 因为听说运动可以降血压 他就去运动了 我觉得很好 可是他就不吃药了 我就说 那就不对了 我说你开始去做运动之后 并不是说你可以不吃药 而是你要去看你的血压 如果血压降得下降的时候 你就可以减药 然后基本上它背后的前提是 你的血压是正常的 你才有停药的资格 所以这边提到很多人说 我有运动 我就不吃高血压要 这是个错误的 所以大概要提醒的事情 所以说运动对降血压效果很有趣 如果我是一个没有高血压的人 我去做运动 会不会低血压 现在是下一个问题 有人问我这句话 所以我本来血压就不高了 而且我做运动的血压会不会太低 基本上是还好 目前研究是看到 对于正常血压者 你真的去做运动 它降血压是降 可是它其实它不会降太多 一点点而已 所以其实并不用那么担心 造成所真的低血压 可是当你血压开始上升的时候 譬如说高血压前期的患者 它的收缩压就会降得比较多一点点 当你真的是高血压患者的话 你看它收缩压就会降得比较多 舒张压也降得比较明显 所以其实人的生理还是都会根据你自己本身的状况 然后会有一些小的情形 所以在有氧运动训练这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正常血压者 不管在高血压前期患者 不管是高血压患者 都有不同的效果 训练运动有一种叫做主力训练 叫肌力训练 等一下后面会提到 这部分就会看到 其实适当的主力训练的时候 血压其实也有下降效果 所以运动其实是会降血压的 第二呢 运动 刚刚讲到四个风险因子高血压 第二是糖尿病 冠状动脉疾病的性质 我运动对血糖控制有帮忙 因为我运动的时候 我会去消耗掉我血液中的葡萄糖 还有我肌肉细胞里面的肝糖 这两个都是跟我们的糖类带去是有关的事情 运动会让我们的血糖相对有改善 下降 而且运动后呢 还很特别 因为我运动时候的糖分补充 有部分是从肝脏的除备在那里 那我运动的时候呢 我用到的一些糖就从肝脏那边用掉 所以停止运动之后呢 我被用掉那些除备用掉 我身体自己也会去把它补回来 所以停止运动之后呢 我的血糖的下降效果还会持续存在 因为它必须有一些是为了去补充 它的那个肝糖的 这时候会血糖下降持续时间 有时候会达到24小时 另外呢 在运动的时候它改善我们的肌肉 那我们肌肉上有很多叫做 胰岛素的一些腺体的感受器 那这时候呢 因为运动会用到糖内 它需要用葡萄糖来产生能量 所以它运动训练的时候 会对它的受器会变得比较敏感 所以血糖的代谢素变快 所以我们叫做胰岛素主抗也会改善 这时候呢 我们都会造成运动会改善 我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所以糖尿病患者 就糖尿病这件事情 运动对糖尿病来讲话 它可以改善了我们血糖的控制 它也会让体重下降 人家减肥 那整体这两件事情之后呢 它开始提到像冠状动作心脏疾病 这个心脏血管疾病呢 就会减少了 所以运动高血压帮忙 对糖尿病有帮忙 那这个其实很多的流行病症 就是糖尿病症 这包括若以华文来讲 大陆做了研究 一个大规模的大清研究 做得非常好 他们发现真的有运动的话 他们在追踪六年的时候 他们有在运动那一组的人 糖尿病发生下降46% 然后即使在长期追踪的时候 它下降到43% 那基本上大规模的研究 只有北欧跟美国 北美这些的糖尿病预防计划 也发现这种糖尿病 这种这些所谓 葡萄糖耐受的不良的患者 糖尿病机会的下降58% 所以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研究证据 让我们知道 运动的好处 对糖尿病有帮忙 那另外呢 这个减肥呢 也是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糖尿病患者 会有一些肥胖 造成一些 胰桃素的主抗的问题 那运动 是一个能量的用调 那能量用调 我们知道 我们才一个肥胖的理论 就是说 我吃进的能量 跟我运动要掉的能调 会有一个 入跟出 那我吃的多 然后运动少 就是用的少 那身体能量累积在我们身体体内 我们就会有回胖的状况 那如果呢 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增加能量消耗的话呢 其实我可以理解 我们就要减重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 大家在谈运动 因为说很多 在控制回胖的时候 大家想说 那我就吃少一点就好了 我吃少 出去也少 那就可以解决事情 那不过人 人体是一个很特别的构造 我们从我们的基因 从早年这样一直遗传下来 我身体有一种基因 当我外面能量给我少 吃的比较少的时候 好像我们身体就会感觉到 我遇到了饥荒 我遇到饥荒的时候 我的身体的代谢要比较节俭 要有效率 所以就是当我们吃的少的时候 其实身体的另外一种反应 就会造成这种 我讲说类似饥荒的反应 我说外界是不是有饥荒 所以我必须 为了要存活下来 我的能量代谢速度要变慢一点点 这样很节俭的使用 这样的话呢 你讲减还减不下去 因为你的代谢就变成更有效率 就是吃进来的东西 它的产生能量效率变好 所以说你还是没有减 等你再吃多一点进去的时候 你总是人 总不能因为吃低卡路里的食物 吃一吃之后就变胖了 就吃进来就有效率的情况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在减重上有一些状况情形 其实肥胖本身 会造成我们心理多状况 心脏病高血压 糖尿病高胆固醇 这些其实肥胖有很多很多我们健康危害 可是如果我去重斥运动的时候 它会造成什么呢 我们的运动量跟减肥效果 可以看到在追踪的时候 在美国发展研究 发现说我一天运动量是红色 是一小鱼 运动量少的 不到一礼拜一 不到150分钟的 是红色的线 如果大于150分钟 是绿色的线 如果是一个礼拜 可以大于200分钟的 是绿色的线 然后追踪它的体重变化 我们就会看到 随着时间 在行动过程 运动量越大 时间越长的人 它的减重效果就会越好 所以就是合理的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讯息 我之前在台大医院的时候 其实我也负责减重班 那时候我们的减重班 我们那时候 其实也有做这样的情形 我们看到我们的减肥型 体重大概77公斤 然后透过运动跟饮食控制 我们利用药物 在情况之下去减重的时候 我们就三个月到一年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减下来 光用运动加上饮食控制 其实这样就可以做到 那体脂肪比率呢 也会这样下降下来 那心肺耐力也会改善 然后血压也会下降 这实际上 我们自己在台大医院 做了减重班的病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 运动、高血压、糖尿病、回胖有帮忙 第四个呢 我们其实在很多人 在场我相信也有人会吃 所谓降血脂的药物 就血液中的三酸肝油脂太高 还是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太高 还是中胆固醇太高 这种血脂肪异常的事情 那基本上运动对这些脂肪 体脂肪的问题 也对这种血脂的异常也有效果 那运动的时候呢 会让血液中的三酸肝油脂下降 然后好的胆固醇呢 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高密度好的胆固醇也会增加 然后对坏的胆固醇会下降 不过下降的效果就比较稳定 可是比较明确的是看到三酸肝油脂会下降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上升 所以说呢 运动的好处 高血压、糖尿肺、高血脂、回磅 这四个事情呢 会减少了冠状动脉疾病危险因子 OK 第三个运动可能的好处是什么 你讲的时候讲好久 大家会想不及啊 反正就是做运动的人 我很提讨 心悲那里好的人 运动多的人 他的死亡率会下降 这死亡率下降呢 会不会是只有影响冠状动脉疾病因子呢 其实不是耶 其实研究看到了 很多研究看起来 就有多运动跟不常运动的人 慢性病的死亡率看到 就是看到死亡率下降 很明显 那当然刚才提到了 冠状动脉疾病是相关没有错 可是还有些疾病 跟冠状疾病没有关 我刚提到高血压会改善 回胖改善 因为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阻塞 其实在脑部血管会造成脑中风 就是他中风 我也看到有改善 那甚至还有些研究 大家听到说 年纪大的失智症 好像运动对失智症有些改善 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们脑部血部循环不好的时候 会有一些文小中风里面注意到 可是他表现出来 就慢慢就失智变差 有运动的人 这一块也会改善 糖尿变的情形 另外一个 我们目前国人的十大死亡 原因排名第一是癌症 运动也被证明了 对癌症的下降 在一些特殊的癌症 已经有被证实有效减少 包括大肠癌 包括了乳癌 包括了前列腺癌 男性的前列腺癌 包括了一些肺癌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癌症有关的事情 所以其实运动对我们身体的好处 有时候比我们已知道的一些肌制都还清楚 这些对癌症减少的机制 其实目前也就从流行病学可以看到这些事情 可是他背后一些机制 当然都有一些推论 可是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现实上就看到有运动 他这部分其实都有改善情形 所以运动的益处 心肺耐力 冠状痛疾病 死亡率 接下心理上的健康 目前已经有看到 有运动跟没有运动的这些事情 运动训练 会减少我们人心理上的焦虑跟忧郁症状 促进了心理健康 这也是目前研究上看到的 背后机制并不是很确定 可是运动常常会有很多社交行为 就是跟人与人的互动 都有这些情形 那这些跟这些的事情 也就是可能是有关的 那运动的好处是 那我们的体能 体力好的时候 对于一些工作 休闲活动的参与 跟运动技能都有改善 这样呢 又可以更增加我们的 跟社会的参与 所以如果在场 像大家听过65岁老的人 我们会谈到一些衰弱 然后肌少症 肌肉太少 凌晶变大二肌肉太少 透过运动 那肌少症的改善 让我们的握力跟走路速度增加 这些都是好处 所以这是今天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运动 其实你要告诉大家 告诉你自己 我去运动 其实有这些好处 所以这一张最后的总结 这是等于是最比较新的研究来看到的事情 运动这件事情很有趣 它运动用到我们心脏 用到我们肺脏 用到我们全脂的肌肉 可是呢 它改善了我们心脏疾病 心血管系统 会造成死亡力下降 冠状中心脏疾病下降 高血液要改善 我刚刚有提到的 癌症 它会对什么 摄护腺癌 乳癌 大肠癌 这些有帮忙 那神经系统 它对我们的情绪上的焦虑跟忧郁 甚至我们脑额 认知工人 甚至脑中风 这些都有改善 那另外它要影响我们内昏泌系统 它会让我们的体重糖尿病 还有低目度脂蛋白胆固醇 这些胆固醇 那些血脂异常的情形都有改善 然后呢 它运动会用到我们的骨骼肌肉 所以对我们的骨质疏松会减少 对身体活动表现得很好 所以这一章 就让大家知道一个 大家听完这一场演讲 告诉自己 告诉我的家人 所以其实呢 我们再回来谈 医学我既然看到了 运动有这么多好处 所以说呢 我们就会谈 Exercise Medicine Exercise Medicine 运动是Medicine 那谁要怎么翻译 有点有趣 Exercise Medicine 它基本上的概念 是从美国运动医学会 在2007、08左右开始谈 因为看到它 美国运动医学会 发现真的运动 对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好处 所以它必须推广 大家去做运动 符合它的核心 所以它在2007开始跟美国医学会开始推 然后接下来在美国运动医学会里面 推广到全世界的运动医学会去 推广 这个叫Exercise Medicine 我们中文英文叫做EIN 就是Exercise Medicine 这件事情的一个缩写 鼓励大家做运动 那因为运动是什么 我们台湾没有翻译 那华人地区的话 在有人把他翻译说 叫做运动是良医 医生 他以为他跟E有关吗 那也有翻译说 运动是良药 medicine好像也是药物 所以说基本上 它有点双关于在 它包括了E也包括了药 Exercise Medicine 运动是良医 运动是良药 那谈完我们的习惯 就用EIN 这个情形 好 那既然是Medicine 那就好像是 我是个药的概念来讲的时候 我就会说好 我鼓励你去做运动 它类似我们医师推荐 医疗界推荐来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既然是药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名词 就接接我演讲题目 我刚才谈运动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的运动处方 我要带一件什么叫处方 它既然叫药的时候 我就应该我要告诉你怎么做 对不对 那就叫处方 可是要给处方之前 又回归回来 医师看病 我看人 看了你这个人的时候 我一定是看完你之后 做一个判断 觉得这个药对你有帮忙 所以我给你药 所以我给你处方 这个药给你 所以当我们在看您 要推荐去做运动的时候 我就要问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二问题 在场你们问过自己 我是可以运动吗 你们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你随便今天早上 我在Google 我就随便抓一个名词 叫做什么 sudden death 叫做运动猝死 其实你在网路随便查 打个运动猝死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 突然倒下去 这是在谈运动 推荐用的时候 我们都不太想讲题目 可是事实上 现实上其实会有的 而且看到 新闻你会看到的 你就会看到 哇这是香港的新闻 在运动场打个运动场 倒下去 然后我们有台湾的新闻 说有个单位 新疆人家在这个血汗 跑马拉松的时候 大家知道 其实刚刚才提到的 跑马拉松 还是永渡日月台 其实都出现过 在那个状态之下 发生死亡的汗事 都有 新闻都看得到 都查得到 所以这时候 当我们在运动 这么多好处的时候 可是我去问问你动的时候 你就要问 我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 所以说回来谈 今天谈的主题 运动处方 第二个字处方 什么叫处方呢 处方是我们医师 针对病人的病症 所开立的一个医疗处置 我看过你 评估完之后 我给你的建议 这个处置 如果我们最常见的 叫做药物处方 大家去看医生看病 你就拿着药袋拿回来 那个药袋呢 是医师开具这个药物处方之后 然后医师去药局请药师挑剂来拿到 他的内容呢 就要告诉你 这个是给谁的 这个处方是给谁 病人 接下来呢 这个我给你的药的名称叫什么 这个药的剂量 剂量是什么 它是几mg的 还是一颗几mg 你一次要吃半颗 还是吃一颗 一天吃几次 然后它这个药物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特别后面还加上警告 它有什么警注意的事项 还有什么副作用的说明 所以回归回来谈 当我SS is medicine 我把它认为是一个医疗推荐建议的时候 那它就有点要进入到所谓的 运动处方了 我要告诉你去做运动 我就要去根据你这个人的健康状态 然后呢 你现在的体能状况 然后呢 你做运动的需求跟所追求的目标 我给你告诉你 你专属的详细的运动计划 该类似药物该怎么吃嘛 运动该怎么做 所以其实运动处方是在这个地方 一个优秀运动员 他健康状态应该是良好的 体能很好 他个人需求是要拿到奥运的马朗收金牌 他追求的目标是这样子 所以教练 我们会告诉他要怎么训练他 在场的各位 因为我们的健康状况每个人不太一样 我的体能也不太一样 可是我的需求是什么 追求健康 我希望蒋巴黎活到120岁 而且是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 这是我的需求 我追求的目标 这时候我要告诉你每个人专属的运动计划 对啊 因为我可能脚以前开过刀 那我的运动该怎么做 我脊椎开过刀 我该怎么做 这时候就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不同的状况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谈运动处方 所以说我们在谈到今天谈的核心 当我知道运动的好处之后 我要让大家知道运动处方 就是要知道说我处方要做什么事情 医师给你运动处方的建议目的 常常都是为了要增加我的健康相关的这些体能 重点还是健康 对不对 那我希望要活得久 我看健康有个好处 就是减少我的离病率跟死亡率这些事情 所以我还是要促进健康 减少很多疾病危险因子 可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药物大家常听讲医师给药 药的第一个研究是你先确定不会伤害到你 这常常说任何药物出来做研究 我们都先不管它的疗效 我们先看它会不会先伤害你的身体 一样当医师出面来谈运动处方的时候 我先谈的是你的运动的安全性可不可以去做运动 医师建议你去做运动 结果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状况 那就不是我医师的原意 这是这个地方 当我确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才回来告诉你 我运动的时候 我希望改善你的心肺耐力 我刚才提到心肺耐力 跑马拉松 骑甲哈车 有氧运动的体能 我希望改善你的肌肉力量跟肌耐力 让你力量 在做很多运动感性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要希望你改善你的柔软度 因为柔软度 发现柔软度跟一些运动伤害的发生是有关的 有柔软度好的话 好的适当的柔软度可以避免运动伤害 减少日常的腰痠背痛 颈部疼痛这些事情 然后身体组成是跟我身体的肥胖有关 就跟肥胖症有关 我希望运动来增进这些 跟健康相关体能 这就是我运动处方 所以运动处方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改善这四件事情 然后透过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们活得久 可是又要重要一件事情 运动的安全性 这是今天谈运动处方的事情 所以刚才谈到了一个大家不太想谈的事情 可是现实会看得到 就是说我运动会不会出去运动的时候 在路上出的状况 还是我的家人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风险 怎么样风险才会出现 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来谈说 到底运动发生这种猝死 还是这种心血管状况之后的问题 是怎么这样状况的情形 那就从研究来看 这四张英文的幻灯片 我在下面加上一些中文的一些说明 我们来大家看 这条线叫横轴 我们叫横轴这条线 它代表是说 当人从事激烈运动的频率 一个礼拜几次 零代表这个人是属于 从来没有做 每个礼拜做零次的激烈运动 没有在做激烈运动的 这个是一个礼拜做一到两次激烈运动的 这个地方三到四是指 一个礼拜有做三到四次的激烈运动 这个是一个礼拜做五次以上的激烈运动 这个是我们先看 它的横轴是这条线 然后看这条纵轴 它代表是什么呢 发生急性心肌梗塞的风险 急性心肌梗塞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冠状动脉血管疾病的患者 那条提供给心脏血流的那条患者 它血管突然塞住了 然后就会出现心脚痛、胸闷 然后接下来就趕快送到急诊去 心脏科处理 可是有时候来不及送去急诊 有可能就倒在路上了 就产生心律不整 心脏坏死 就倒在路上 这种叫心脏猝死 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心脊梗塞在成年来讲 他告诉你 这条实线 实线在这里 是代表 你看这个人有在跑步 它是一个经常运动的组群 这条虚线是什么呢 它在缺乏运动的人 很少运动的人 这两组人在比较 心脂号它代表什么事情 它在从事剧烈运动的时候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 这条虚线平常是这样在这里 它放在1的位置 就是刚刚当作标准对照组 1.01 这是一个不常运动的人 实线是缺乏运动是叫虚线 经常运动的人是实线 0.5 在这里 它第一件先告诉你 常运动跟不常运动的人 平时出现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率 经常运动的人会减少50% 所以你是一个规律运动的人 比起一个不运动的人 你发生这种心脏梗塞的发作的风险 是50% 一半而已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 它是一个不常运动的人 它有一套0 0是指说它一个礼拜 它基本上它不做剧烈运动的人 它现在突然去做一个剧烈运动 它发生心肌梗塞的风险增加到多少 比起它休息不做运动的时候 增加了50几倍 所以运动 从来不运动的人 现在突然做一个剧烈运动的时候 风险非常高 一个不太常运动的人 现在就说爬玉山很好 台湾我们应该去爬我们最高山 我们要爱台湾 我们要去爬玉山 我从来都不运动了 好 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爬玉山 哇 它就会掉进去这个 风险非常高的时候 如果它这个人是一个礼拜 它还会做一到两次运动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的时候呢 它现在去做一个剧烈运动的时候 会拉上去 它如果呢 一个礼拜是做三到四次运动的人呢 它在做运动剧烈运动的时候 拉上去 它一个礼拜有五次以上做运动的时候呢 就拉上去 大家看见什么事情 因为在1990年代跟2000年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些很好的 国际研究高天事情 一个人在做剧烈运动的当下 跟刚结束的三十分钟内 还是一个小时之内 它发生猝死的几率是增加的 增加倍数还不低 所以意思是说 大家知道 自己在做运动的时候 在做剧烈运动的当下 其实你心脏病 发出了风险 那一段时间是上升的 可是你停止运动之后呢 的一个小时之内 也是有风险的 可是这时候大家开始 陈希医师 你现在再讲下去 你开始头昏了 怎么昏呢 一直告诉我 多运动的人 死亡率比较低啊 可是有跟我讲说 我现在去做剧烈运动的时候 会死亡率增加 那到底运动对健康的好处坏处 到底在哪里 它答案是告诉你 一天有几小时 24小时 你那时候在做运动的瞬间那时候 其实风险是上升的 你停止运动之后 那一小时可能也是上升的 可是相对了你一天的 另外的22个小时呢 其实你受到保护的 所以整体来讲 在做运动的时候 经常运动的时候 对你健康是好处的 可是 瞬间的剧烈运动 是有风险的 我想今天讲完 也要有这个概念 这张图就是要告诉这件事情 经常运动的人 死亡率 所以心肌痕会比较低 即使你真的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本来是很常 有越频繁做剧烈运动的人 他在剧烈运动 发生猝死的几率就这样 相对比较小 如果你是偶尔才做一次剧烈运动的人 他在做剧烈运动 相对风险会高一点点 那你从来都不做运动的人 他做剧烈运动 风险是最高的 所以医生在看 运动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方向来看 我们希望大家 我并不是医师在鼓励大家做运动 并不是大家要去拿 台北马拉松 还是万金石马拉松的冠军 我也没有要去拿 那个永渡日月产的前100年 可是我希望大家在做运动的是健康的时候 我们就要理解这些事情 鼓励大家怎么去做运动 然后又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这是在做运动的时候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回归回来 这样讲到现在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问问题了 请问我到底可不去运动 问题今天要谈的第二个重点概念 所以刚才记不记得 我叫大家心里 暖身体两题 拿两题 你过去的三个月内 你平均一个礼拜做几次运动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过去的三个月 你运动持续时间是平均几分钟 这是暖身体大家都记得事情 但为什么呢 其实我要问的问题就是 请问你现在是在哪一条线上 所以我想再查大家自己就可以用刚才那个地方 开始想 我说陈医师在讲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在一直要问大家 到底你是在这条线还是在这条线 那医师要建议你去做运动 是我也很想知道 你现在的状态是哪一条线 我才能告诉你要做什么运动 这是在清醒 好 可是标准 我要先做运动参与前 就要问大家 三个月内 你有从事每周至少三次 所以刚才大家想到自己的答案 有大于三吗 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 你每次平均时间 有没有三十分钟以上 这是第二个要问的答案 好 这时候我就可以问大家 可能再举一次手 如果你刚才自己心里回答的答案 是属于这个每周三 过去三个月 每周三次以上 然后每次有三十分钟以上的人 请举手 OK 好 非常好 所以这时候你就开始知道说 你要维持怎么样的运动 在这个地方 好 可是 陈医师 你还是没有讲讲话 为什么 我这边标一个红字在这里 我每个礼拜 有三次以上 每次三十分钟以上的打麻将运动 算不算 OK 好 所以 刚才我还是没有问这个细节 所以 重点还有这句话 三次以上 三十分钟以上的是什么 中等强度运动 还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谈 那我到底有没有达到中等强度运动呢 这就是很复杂的问题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医学上就告诉说 什么叫中等强度运动呢 就是让你觉得身体有一点费力 呼吸比平常还要喘一点 而且 还是很抽象 就是会流汗 台北这么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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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动就流汗了 所以用流汗也不见得算 所以说呢 后来我们也在运动医学研究 就会用一些换力来讲 譬如呢 平地或下山的走路 上山算高 像肺力 那个算高强度 下坡的 然后呢 用一般的速度游泳 下楼梯 跳舞 我可是跳比较比较相对比较 不要那么剧烈的 这不是有氧舞蹈 标准舞或圆基舞 这一般的舞蹈 有漫舞 那那个国际标准舞 还是圆基舞这些的 太极 骑一般的假踏车 骑U-bike 带点有点重东西走路 什么叫有点重 譬如说你买菜 你背个小孩抱个小孩 有点重是指大概 四五到九公斤之间的 两包A货的纸 两瓶家庭号鲜奶 一个小玉西瓜 三个带皮红米 五斤的米 三个砖头 现在有在搬砖头吗 不太常见 然后玻璃罐的啤酒 一箱 开罐饮料 然后整理庭院阳台 洗窗户 你喜欢用手擦地的 手洗衣服的 运动打网球的 打羽毛球的 打桌球的 打棒球的 这种类的 这种就叫中等强度运动 打麻将不算 打麻将不算 更费力的 比中等强度更费力运动 就像 夫妻会比平常更喘 譬如说真的是跑步的 你爬山了 是不是走上坡的 然后你是 你游泳 是游行 那边玩水的游泳 是真的是来回再游的 上楼 跳游要不到 假游行对起比较快的企划 打球 网球的单打 打篮球足球 跳绳 做重训 办重物 还是有些 下 还是会去 在新北市 会遇到 会有一些 他还是早上会去 割竹笋的 那还是都有 这些到田里去工作的 就像高强度运动 好 所以再一次问问题 请问过去三个月 你每周有三次以上 每次有三十分钟以上的 中等强度运动的 请举手 OK 好 所以这慢慢的 就才知道说 其实医学上认为 你应该要做到什么样子 你哪 你目前你挑的 你所谓你觉得你的规律运动 有没有达到中等强度运动 所以让在场大家想事情 第二步 我要知道 你是不是有规律运动 第二件事情 我要知道 你是不是有已知道的心脏血管疾病 代谢性疾病 肾脏疾病 这是第二件事情 医生要知道的事情 什么叫做心血管疾病呢 医生有跟你说 你有心脏病吗 还是说你有脚的周边血管阻塞疾病 还是有脑部的血管疾病 还是说我们被医生拯救什么代谢疾病 最常见就是糖尿病 还是我们医生说你肾脏功能不太好 有 这些都是问题 不过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心血管疾病这件事情 不包括高血压 这件事情 因为高血压我讲肾脆率很高 所以一般来讲 目前这位高血压 不会影响你要不要运动这件事情 风险上不太认为它是风险 只要你有乖乖规律用药的高血压 不认为是问题 所以主要是心脏病 血管疾病 血管疾病 糖尿病的事情 肾脏病 这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接下来呢 除了你已知的疾病外 我们要问你说 你现在当下 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疾病 代谢性疾病 或肾脏病的症状或症状 就是医师没有跟你讲 可是你可能有症状的 所以你就要回归 要问这件事情 你现在会不会出现胸闷、胸痛 这种跟心脏缺氧造成的关系 一般心脏病的胸闷、胸痛 一般都是会出现在我们脖子、下巴 还是左侧上臂比较常见 其实我右边的背后 也会有看到的这种疼痛 我们要问说 你在休息或轻微活动的时候 就很容易喘 还是说你曾经有头昏 甚至晕倒过 还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发现平躺睡觉的时候相对比较喘 摊高点 头摊高点 身体摊高点的时候 就比较好 还是你现在会有一些 常常会脚踝 会水肿的现象 还是说你有没有心跳 我们叫做心肌 自己觉得心脏 碰碰碰碰跳的那种感觉 还是你会不会说 你会走路走一走 就走不动 脚会痠痛的那种现象 还是医生告诉你有心杂音 还是说你跟大家朋友 好友一起出去活动的时候 别人不会喘 你就就比较累 比较喘的情形 这种叫做 你可能有没有这些症状或现象 第三点 五个步骤 第四个 跟第五是什么 利用 你现在是规律运动 有没有被诊断过 加上你现在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判断 利用这些东西 我们来判断你是不是和运动 还是说你觉得 应该要问问你的医生才能运动 那医生怎么处理 好 我们来看 所以呢 这张幻冻片很重要 刚才没有举手的人要看的 如果你有举手的你也一起看 因为要谈的是什么呢 刚才提到的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达到一个礼拜三次以上 一次三十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 在过去三个月内的情形之下 你就是属于这群未规律参与运动 这时候你要去做运动的时候呢 你就要看你心血 如果你是没有刚才提到这些心脏血管疾病 也没有刚才提到那些有怪怪的 这种心血管疾病 这些症状的人 你就是在这一群 这一群人呢 可不可以去做运动 答案是 可以 而且怎么样 不用去看医生 就去运动吧 好 那怎么动呢 你要先从比较轻度的运动开始 甚至最多就是中度 要过一段时间 根据我们的美国运动学会的一些指引 你才能慢慢增加强度 可以去做运动 你也不用问医生 你就可以去做了 好 第二种呢 我最近都没有运动 没有达到 可是我知道我曾经有心血管疾病 还有有肾脏疾病 可是我没有症状 最近没有 我知道我有心血管疾病 我知道我有肾脏病 可是我都没有刚才提到那些症状 那也没关系 不过呢 既然你有在看医生 你还是先问一下你的医师一下好了 因为你已经有这些疾病了 而且你是一个没有规律运动者 你还是问一下医生 我现在开始要做运动了 那医师都觉得 他医生会知道你现在的血压控制好不好 你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控制好不好 他知道你的状况是稳定的话 医生说OK 好 你就从轻度或中度强度运动 开始慢慢见证来处理 这是第二个状况 第三 如果是一个没有规律运动的人 可是 已知有心脏血管疾病 可是 不管有没有疾病 比如说如果你有症状 不管你有没有病 没有规律运动的人 有症状的时候 这就是医生就大概一定得看了 因为你背后诊断完全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背后的风险是什么 所以这时候医师就会很认真地看这一群 有症状的人 虽然其实没有疾病 这是状况 好 那我们在场大多数的人 是属于有规律运动者的话 那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个规律运动者 而且你也没有这些疾病 也没有症状 当然不需要运动 不用意识评估 就可以开始继续继续怎么样 维持你现在的运动 因为大部分你有做三十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了 然后你甚至还可以按照美国运动学的一些规范 继续增加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规律运动者 而且你现在也知道你有心血管疾病 而且没有症状 规律运动的话 你也不用意识评估 你继续做 因为反正你已经稳定这种状况 它对你心脏血管疾病会好的 所以过去的十二个月内 如果没有症状的变化 其实你就可以规律运动 可是如果你只是血管疾病 你要做更激烈运动 譬如说你想去爬雨傘 做一些比较高强度的挑战性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跟你的医治讨论一下下 说你适不适合做更高强度更激烈的运动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规律运动者 可是你有症状 刚刚提到那些症状的时候 你应该要 因为你现在在规律运动 你现在有症状 你必须要停止运动 重新请医师评估 不然你现在有症状 你还在运动 是不是背后有没有风险 不确定 所以停止运动 医师评估完之后 重新再开始恢复运动 所以基本上 在所谓的运动处方 他就按照我们 医师面对药物处方的概念 给每一个人要去做运动之前 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评估 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去运动 我知道运动的好处 我也知道我可不可以去运动 接下来第三部分要谈的是 我应该做什么运动 恭喜 你能走到这条路就表示说 你已经知道你是可以运动的人 那我们要怎么建议你呢 运动呢 他既然就像吃药一样 我会告诉你计量 要怎么吃 一天吃几次 什么情形 所以运动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今天要叫你做运动的时候 我就要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运动 叫运动的形式 MOD 运动的频率 Frequency 一个礼拜运动几次 我刚才提到吗 一个礼拜要三次以上的运动 我运动的强度 中等强度 激烈运动 就是运动的强度 运动的时间 要多久以上 我刚才提到了吗 就有氧运动的话应该的话 要三十分钟以上 所以其实运动 它基本上 其实它也类似按照这样的概念 在鼓励大家做运动 所以呢 目前的运动建议 对人健康的建议来讲 大概是两大主要建议 第一个是有氧运动 来改善我们的心肺耐力 因为目前的研究 还是一样回答回来 有氧运动 会让我们心肺耐力好 心肺耐力 而且这种有氧运动 它也会改善了 我刚才提到的 跟糖尿病相关的 这些代谢因子 还有跟血脂黄异常 相关的这些因子 跟减重也相关有关 所以其实目前有氧运动 是目前的运动建议的主流 所以一般来讲都先从 有氧运动建议起来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游氧运动是哪些呢 我刚才提到的 什么是铁人三项 就是跑步 游泳 骑甲踏车 就把他刚才想到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那个我们台湾近来很有名的 那个马拉松 万金石台北马拉松 那那个一日双塔的骑甲踏车 永渡日月坛 那我这三个就是 加起来就是铁人三项 的项目 这些就是常做的 那当然呢 走路快走 就是有氧运动 所以在场 如果是年纪比较长 大概就是走路 就是中老年以上 其实走路快走 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些 有氧运动训练的情形 或者这些卡通图 都是有氧运动情形 所以我告诉你 有氧运动 然后项目是这些 那接下来 目前的建议要怎么做呢 在运动医学里面 就有人在吵说 一个礼拜要三次运动 还是一个礼拜要五次运动 还是一个礼拜要七天运动 就是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说法 不过以流行病选目前的资料来看 大部分研究都很稳定 就是一个礼拜大概三次以上 那接下来呢 你三次四次五次 我都不管 可是呢 你要累积到一个礼拜要150分钟 这是最好的 中等强度运动 所以我一个礼拜只做三次运动 我一次就可能就要50分钟 三乘以50 那我是一个每一个礼拜五天的运动者 那我每次就是要30分钟以上 因为目前的研究证据来看 不管是30乘以5 还是50乘以3 目前看起来的健康效益 两者没有到统计上的差异 所以目前都是用150分钟来做建议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看有些建议就是五次30分钟的建议 那聚烈运动呢 大概一个礼拜大概要三次 如果他专做聚烈运动的话 那就一次就是20分钟以上 那另外拍公共卫生学者又更复杂 还有更复杂的方法就是说 有些人说 陈医师我也不是全程都是有氧运 中等强度 我也不是全程都是聚烈运动 譬如说我习惯快走10分钟 慢跑6分钟 又快走10分钟 又慢跑6分钟 我说很好耶 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 间接适应的有氧运动训练 很好 可是我的运动总累计时速要怎么算 目前的做法 统计方法是告诉说 就是把你激烈运动的时间 当作两倍的中冷强度 就刚才讲说 如果你问我说 我又有中等强度运动 又有激烈运动 那我就把我激烈运动的时间乘以2 譬如说我整个运动时间 下来的30分钟 其中有20分钟是中等强度运动 那10分钟是激烈运动 假如加起来这30分钟是这个样子 那即使那个10分钟的激烈运动 可以把它乘以2 等于是2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所以加起来就是4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在流行病血的研究是用这样来算的 公共卫生是用这样来算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换算 就可以想象说 我做1分钟的激烈运动 相当于2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就是要倍 这样的概念 整体来讲 我们就希望你能够累积一个礼拜 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算术 大家回想看看 从这礼拜一到昨天礼拜五 你已经超过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请举手给我看 OK好 所以在场可能就不到一半的人达到了 那比如说陈医师不用 我说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礼拜六跟礼拜天2天 所以如果你现在加起还没有到150分的 中等强度运动的人 或者今天下午听完演讲以后 可以在礼拜六傍晚到明天礼拜天 你还有时间把它补起来 那你就可以补到你一个礼拜 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了 所以你用这个方法来做这样的调整 所以中等强度 你自己居家运动 特别不是医疗 还是运动科学专业的人 其实还不太容易去抓 所以其实国民健康署 其实也有发展一些方法来鼓励大家 自己去判断 比如说中等强度运动 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在做这件事情 你还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话 比如说你跟人家一起去公园走路 做运动 你常常边走还可以边聊天 这种边走边聊天 还可以边聊天 可是不能唱歌 你还可以边走边唱歌的话 那个运动强度就表示对你太低了 就是你 重点是在于 所以你运动的时候 你唱歌会喘 你试试看 哼歌哼看 会被他打断 可是讲话还可以 这种就是中等强度运动 什么叫强度运动 就是边走边动跟你讲话 你觉得还不错 你讲话可能短个两三字 就会被你的走路有点喘气打断 这种叫做费力的运动 所以中等强度跟费力的剧烈运动 还中等费力跟费力运动 基本上可以用讲话测试 叫Talk Test 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叫你讲话 我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费力程度是什么样子 这是另外一种自己测的方法 在运动医学里面 我们就有一些更精准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就是说 OK 好 如果你在自己运动的时候 你的自己运动自觉强度 就自己觉得的费力程度 我们把它分成6到20 这样一个数字 这是1970到80年代的时候 在美国的一个运动生理学家 Bogue 发展出来的 他用6到20 这样一个数字 然后背后呢 就会带着说 你觉得这个时候的费力程度是什么样子 那譬如说13 他觉得有点累 如果觉得15 就是累 觉得17 很累 19 非常累 20 耗尽全力 所以我们就问你说 你现在在做运动的时候 你现在在感觉是什么 11 感觉是什么 13 还是觉得15 就是让你自己去评断 这是用叫做Bogue 的 Rating of Perseicization 叫做自运动自觉强度的情形 很多人就问说 我一学生学生就问 老师为什么 好奇怪 为什么不设什么 0到10 0到100 还是什么这个 他弄一个6到20 这个好奇怪的数字 怎么出来 那就背后故事是这样 这个研究 就是在美国 运动学院他在大学生做研究 大学生大概 年年都是20岁左右 这群大学生呢 他在做运动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有个公式 就是一个人 运动的时候 最大心跳 大概是220 去减掉他的年年 这是我们常用的 运动生理学的公式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大学生 他的最大运动心跳 大概在200左右 一个人 体能不错的人 有在活动、運动的人 大部分他的休息心跳 大概在60下左右 所以当年这个表是这样做出来的 就是60、70、80、90、100、100、120 到200 那他们就去做研究 这群年轻人 还在做运动的时候 不同心跳状况之下 他对他的评价的感觉 所以其实他这个做出来 60、120、130、160、199到200 这心跳的时候 他的感觉 自我的感觉的程度 那60到200 然后就把后面那个0 全部拿掉 就变成6到20 所以他的研究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说大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 中等强度 在所谓中等是指12到16 应该讲运动圈用12到16 其实中等强度是12到14之间 12 如果你觉得在运动的时候 觉得轻松的时候 那还是太轻松 大概从12以上到14之间 如果你指12到14之间的话 大概是中等强度 15跟16呢 基本上就是相对比较高强度的运动 所以就是在研究上 你用自觉强度 所以其实大家也看到 常在报章杂志提到说 你在做运动 要做中冷强度 什么叫中冷强度呢 就是有一点点累 可是也不能 有点喘 可是不能太喘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你拉在13 有一点点累 可是不能真的到达累的中冷强度 他其实都是用用力自觉系数的概念来谈这件事情 其实运动强度呢 更精准的话 在医学上 或是运动科学上用的人 会用心跳 那在心跳的时候呢 是因为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呢 我随着我运动的X轴 这个这个横轴呢 代表是运动的剧烈程度 Y轴是心跳率 在一般健康成人来讲的话 我的运动的时候的前运动剧烈程度 叫色氧量呢 氧气的消耗量呢 会跟我的心跳率呢 成一条很好的正比的线性关系 所以呢 而在实际运动科学里面呢 就会用说 好 我就用你220去减掉你的年龄 当做你的预估最大心跳 那这时候呢 我用你预估心跳最大心跳的百分比 比如说 55到90%之间 我们当做我们的运动训练的强度 这叫最大心跳率的百分比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有去运动中心 还是去健身房 有些机器呢 他就会上去叫你输年龄 然后在握把可以量心跳 然后他就开始会告诉你说 OK 现在大概你的能量消耗多少 大概你运动多剧烈 他其实背后的精神 就是用这种心跳在估计的 那甚至最近这五年智慧型手机 接下来就是有手环 各种不同的智慧手环 还是我们的智慧表 像Apple Watch的手表 都可以量你自己的心跳 所以你可以监控到你运动中的心跳 这些心跳值呢 都可以用来当做运动的时候 强度的概念的监控 这个东西其实它背后的概念 就是用这个所谓我们的心跳率 会跟我们的运动强度呢 是一个线性关系的情形 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有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推荐 包括你的手运动的心跳 运动的手表 还是我们到运动中的健身房 去做运动的时候 他告诉一些心跳的数字的时候 他背后是有个假设 他是假设你没有心律不整 你心脏是没有乱跳的 还是说他认为你是没有心脏血管疾病 也没有在吃一些药物 会影响你的心跳的 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是可以用的 可是当你是有这些 你的心跳跟这些东西 是不是很好的线性关系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要特别要在那边 影响的时候 提醒大家的事情 所以说呢 其实我运动要做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复杂 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字 让他知道而已 现实上除了你是专业 还是你有这些什么心跳表 这些东西的话 不然的话 其实我会让大家一个概念 以目前运动科学是会区分出 你的运动 你的轻度运动 大概是用心跳率的百分之多少 摄氧量百分之多少 大概多少强度的 自觉RP 就是刚才的运动用力 自觉系数多少的 这些都是用来区分轻步运动的 那如果呢 你是中等强度运动呢 刚才看到RP是12、13 中等强度这些的事情呢 那如果是剧烈运动的话 是14以上 然后用心跳率多少 肾氧量多少多少的东西 其次他都有很多很多的对照表 那这个东西留给移师 留给运动指导人 来上脑筋 那就个人来讲 你自己知道怎么做运动 最适合你 那就OK 就大概让大家知道清醒 所以呢 讲到这来 我还是回归一句话 你问我说什么叫肺力运动 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这个 就是让你觉得身体会有点肺力 呼吸比平常喘一点 我们就算中等强度运动 至少打麻将 我们会身体会力 呼吸比较喘 这不一定 有时候情绪高起来的时候会 或身体应该不会那么会力 那高强度运动 就是你身体感觉真的会力 呼吸会变得会喘很多 一些建议的情形 好 有氧运动训练 下一个呢 肌力训练跟肌耐力训练 肌力跟肌耐力训练呢 现在其实它包括很多 包括譬如说楼梯 利用身体的重量当主力 拿亚轮 还是一些弹力带 这些事情呢 目前肌力训练的建议 是认为说你一个礼拜要做两次 同时做八到十组大肌肉群的肌力训练 这是目前的大概建议 那目前的建议就是这样 包括我面对我的心脏病 都是这样子 都是先做有氧运动训练 做了两到四个礼拜的有氧运动训练完之后呢 我才会开始加上肌肉力量的训练 因为安全性来讲的话 游泳训练的效果最好 而且安全性最高 当你有开始 适当的游泳运动训练之后呢 我再加上这些肌肉训练 阻力训练 那我要选择适当的阻力 阻力是什么叫阻力呢 譬如说我拿了一公斤的哑铃 我可能会有可以拿很多下 我可以做很多重复次数 可是我拿一个相对五公斤的哑铃 我可能做了十下十五下就累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叫做阻力训练的时候 我们还是喜欢用中等强度的肌力训练 基本上就是让你这个阻力呢 可以重复做八到十五下的动作 那个阻力就是你的阻力训练的强度 所以说我如果 比如说我喜欢做这个我要练我的背肌 那个弓二头肌 就是我的前大臂的这个弓 那个躯臂的动作的这块肌力的话 我就要去找一个哑铃 那我刚好可以坐在这个八到十五之下之间 就会美丽的感觉的 会疲劳的感觉的阻力 那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这地方又有区分 因为越高强度的距离训练呢 它的阻力 你的宠物次数做的相对比较少 可是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肌肉酸痛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一般成人的建议是 做八到十二个的次数 的宠物次数的阻力 那如果已经有慢性疾病了 譬如说你有心脏曲感疾病 糖尿病 还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呢 那我们就建议做十到十五个宠物 才会感到疲惫的阻力 就相对是在中等强度 比较轻松一点阻力之下的阻力训练 那其实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这就是所谓在练我们 那个公二头肌 曲臂的这个激励训练 这是练整个前臂 我们肩部的这个的激励的一些训练 这是肩膀这部分的激励训练 在下肢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样抬脚的这些激励训练 那站着的话可以站着这样抬脚 还是这样蹲的动作 那其实这些运动呢 这阻力训练呢 现在如果你又可以搭配上那个弹力带的话 其实你在网路上啊 还在很多这个网路上 还是说国界组网站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如何用 利用这些 单纯用你的体重做这些活动 那如果要加阻力的时候 他们就板上弹力带 你就可以又增加更多的阻力来做练习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适当的一些阻力训练 那阻力训练 有时候要用一些重量 叫阻力训练的机器来做训练 那这些机器呢 以前其实是蛮 健身好像在早年 如果在二三十年前的话 感觉上好像是比较 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较能够接触 可是在过去这十年来 国家推动公民运动中心 大家在公民运动中心 在体育所可以查到全省各地 到处都有公立的这种公办名印 还是公立的这种 补助建立的公民运动中心 在公民运动中心里面 其实做这些设备 都有提供这些设备 那这些设备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情形 第三个要做的训练 其实是在年轻人比较不会特别讲 可是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就会谈的问题 就是要做一些平衡的训练 因为平衡在运动表情上 大概重要 可是在我们健康处境上 又特别在中老年之后 比较会有跌倒的风险 適当的平衡训练 平衡训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在互健医学里面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平衡训练的活动 可是我觉得在华人世界里面 打太极拳 太极拳是一个 其实是在很多研究上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情形 以前在台大医院 我跟我的老师 做了不少太极拳相关的研究 大部分我们在台大做的 大部分都是跟心肺功能相关的研究 在林口长庚那边的研究 互健科的团队 做了很多跟平衡相关的研究 这是我们在台湾自己的一些太极拳 这个是香港的 基本上我们都看到 太极拳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平衡训练 甚至国际上的很多很多的论文 都来谈到平衡训练 所以台湾都引用说东方的太极 是一个好的平衡训练 接下来要做柔软度运动 要做拉筋 适当的柔软度 下背部柔软度跟大腿或筋的柔软度 跟下背痛有关 肩部的柔软度运动跟五十肩有关 颈背部的柔软度运动 会跟长期的上背部的疼痛 或后颈疼痛有关 这些适当的柔软度训练 我们就会鼓励大家要做一些 适当的一些各种不同的伸展拉筋 那这种伸展运动一般来讲都是同一个动作 持续大概十到三十秒 那重复做大概十次左右 就去拉筋 现在拉三角肌 这在拉我们背部的阔背肌 这在搭我们大腿的后面的腿肌 那再搭我们大腿前面的一些五四头肌 那这是我们颈背部的一些拉筋 一些拉筋的动作 坑上筋梢的一些拉 基本上一旦告诉说有这些事情 那这个在一些课程上 大概都会看你们专门带有些图示 好 去跟著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第三問就是我要做哪件運動 接下來第四個問題就是說 好 我去做這件運動的時候 根據我個人 我這個本人來講 要從事運動的人 我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事項 這是最後我們今天重點的第四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 談到這裡的時候 我會提到運動有幾個小叮嚀 第一件事情 你本身有沒有 因為運動會造成危險的疾病 第一個是什麼 還是一樣的心臟病 你本身如果有心血管疾病 雖然你現在可以做運動 可是每天心臟血管的狀態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我都很鼓勵 每位長者如果有心血管疾病要去做運動的時候 每天早上起來量完血壓再出門 你早上起來 每天就固定要量血壓 那你就把血壓量完 心跳 其實你就知道你跟平常狀態 今天狀態不OK 今天狀態是OK的 我們才出門 這是一個事情 因為我剛提到 在做運動的那個瞬間 特別是劇烈運動的當下 其實對心臟疾病的風險其實是增加的 包括剛停止運動的那30分鐘左右 其實都是增加的 所以你要出門前 你先把你自己狀況 就確認一遍 才出去 這是一個好事 糖尿病 要小心 是因為跟有時候血糖的關係 那是不是有些什麼身體狀況 雖然我血糖都是很穩定 可是我 每一天的狀況還是有些上上下下起 不一樣 所以你要注意這些事情 這是第一個要注意的頂臨事項 這是危險 發生率不高 可是發生可能相對危險 第二個 我鼓勵大家做運動 是希望大家可以長長久久 規律做運動 可是這運動如果造成了我們一些肌肉骨骼的傷害 我就運動做不下去了 舉例來講 今天在場的 從剛才到今天都還沒有舉過手 就是屬於那種不太常運動的人 今天聽完陳醫師演講覺得很高興 今天許了東西了 所以明天就跑去爬 七星山 爬完七星山 順利爬回來沒事 可是怎麼樣呢 膝蓋就痛了 所以就回家 膝蓋痛了兩個禮拜 然後還跑來胡大招我看病 陳醫師你演講講得不好 講了叫我去爬山 爬完後膝蓋痛 這樣子 OK 故事是這樣講 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運動 是要你能夠規律穩定 能長期做運動 你做了一個運動 結果回家休息了個兩禮拜 終於關節好了 其實你只做了一天運動 你又休息了十四天 健康的效益在哪裡 而且這個要確實執行 這是一個 重要的要做的事情 開始做運動的時候 如果你有新發生的一些 症狀的話 要停止運動 就醫 有時候身體會有今天好或不好 不要說今天怪怪的不太好 我就是要堅持 我就是我要 創造 延續第三百 第幾天 都有每天去做運動的習慣 那種堅持 對健康來講 不見得是有益的 所以這是 這是另外一件事要談的事情 不同 不同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能要 停止 休息 什麼叫做軟身運動 我們在做任何一些 有氧運動的時候 他前面的五到十分鐘 我希望 譬如說我運動的時候基本上是一個中等強度運動 這是使心跳 他的心跳 120到130之間好了 那基本上 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的前五到十分鐘 不是一開始運動就開始 開始慢跑 開始快走 不是 你前面呢 還是要先緩步 增加運動強度 讓你心跳在五到十分鐘慢慢來 然後才是你的規律的 快走的狀況 前面這段叫軟身 但我要結束運動不是走到 坐下休息 好累 不是 你做到 結束運動的時候 你還是要花五到十分鐘 急醒 就好像在操場上快走的話 你前面兩圈是一般速度走 後面才加速變快走 結束之前不是立刻 結束 後面那一兩圈 你又是恢復 一般休息慢慢的緩步走 的緩和運動 這樣的 緩和軟身 有這樣的中間的運動訓練的 有氧強度 再加上 後續的 緩和運動 這樣的話 是對我們心血糖 運動的時候相對是比較健康 安全的一個 訓練的 模式 另外呢 如果你有高血壓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要注意 基本上 在運動量的調整 循序漸進 其實 一般是在醫院的 環境之下 還是有監控環境之下 我們才會幫你 測運動的血壓 所以一般人 其實我問你你運動血壓 其實你自己都不太知道 其實我們平常量的血壓呢 也都是 休息狀態 休息5到10分鐘量的血壓 那才是標準的血壓 所以有時候我在我自己 實驗室在做運動測試 我們測血壓的時候 病人聽到 什麼180 好高 我說沒有啊 就正常的 運動的時候 本來血壓就會上升 不管怎麼樣在做運動訓練的時候 我們在醫院訓練病人的時候呢 我們都希望縮縮壓 是在220以下 這真的是運動中在測的 那舒張壓要小105 這是我們一般的情形 那自己的來講的話 自己大概很難去測到的情形 可是避免在做 高血壓患者在做 主力運動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就做重訓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用力的時候 常常有習慣要憋氣用力 那個憋氣用力 我們叫Bassama Venue 其實是不好的 對心理也不好 所以一般來講 運動的時候不要閉氣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教病人做重訓的時候 都會一邊用力一邊吐氣 要加喊口令 加1、2、3 他邊做邊用力邊吐氣 然後邊喊出他的口令出來 這樣的話 才能夠避免發生這種 用力閉氣的情形 那真的是 有心血管疾病風險的患者 基本上在做運動的時候 可能就會在醫療端上 去做一些醫療監測的情形 好 心血管疾病是這個原因 另外一個是 糖尿病 當如果你有糖尿病的時候呢 也要注意低血糖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鼓勵糖尿病患者 隨身還是要帶糖 甚至身上要有糖尿病的病人卡 避免突然你不舒服的時候旁邊的人可以協助你 你身上有糖而且你有糖尿病的卡 讓人家知道你的血糖的一些狀況 如果你運動前血糖就小於100的話呢 如果是在 那個醫療疏患者呢 就肯定要補充 那一般來講 小於70就會出現無力冒汗 所以基本上 一個不太常運動的人 有糖尿病態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告訴大家 在前幾次運動的時候要監控 你的自己血糖的變化 那要帶碳水化合補充物 要帶糖尿病室的標誌 當然如果真的你眼睛已經有四網膜避免糖尿病患者 他的運動就要更避免一些太過劇烈的運動 做運動 可能會有關節的傷害 會有一些韌帶肌腱也背部疼痛的事情 這時候呢 我們就還是回歸回來 你要適當的軟身運動 適當的柔軟度運動 跟肌力訓練 然後呢 選擇 衝擊別人那麼大的 當你已經有下肢關節問題的話 我們就選擇 低衝擊有氧的運動 什麼叫低衝擊有氧 就是不要有跑步 不要有跳動的這種運動 這種就是低衝擊的有氧 那甚至 醫師會根據你的狀況建議說 你是不是要穿護膝或護懷 運動 自當的運動血 在合適的運動場所做運動 這些都是 避免 在我運動的時候 產生一些傷害 反而我沒辦法歸零運動 沒有達到我運動 來做健康促進的時候 的一些特殊的 一些 疏於事項 所以說呢 如果就年紀比較大的長者來講的話 我們有時候會選擇一些對關節 下肢關節不要太 劇烈的有氧運動 像走快走 騎腳踏車 不管是固定式還是可以路上騎的 游泳 太極犬這些的都是 比較可以 不過太極犬要注意 馬步不能蹲太低 那也是有些影響 那運動 就 我們叫做一開始不要激烈 一開始是 先做你熟悉跟習慣的運動 才慢慢增加活動量 尤其對一個從來不常運動的人 他根本連一次30分鐘都很少做 一開始剛才從10到20分鐘 慢慢調整到30分鐘 我並不是要一天兩天就立刻就要做到 一個禮拜150分鐘 而是應該只花一兩個月時間 讓他習慣變成一個禮拜150分鐘的運動 這樣的情形 那在台灣的話 其實夏天要注意是那個 夏天已經太熱之下的中暑 台灣的 寒流來的時候才會有些 會有些動傷的情形 不然基本上 心絕管的寒流來說也是要小心 那另外還要談的是安全問題 光線不良之下的一些千層和黃溫 要避免跌倒 還避免一些交通安全的問題 那當然身體不太舒服 那一兩天就 強度略低 甚至暫停一兩次 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 所以今天時間大概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最後呢 這兩張slaid 是讓大家所叫 帶回家 最後今天談的 運動處方的一個回饋 運動處方 基本上 以處醫師 幫你評估完 用剛才的五大篩檢 方法完之後 決定可以運動的時候呢 醫生目前大概的建議是這樣子 美國運動醫學會跟美國醫學會的建議就是 有氧運動 中等強度 有氧運動 一個禮拜 三次以上 可以到五天最好 三到五天 一次三十分鐘 然後重點累積 150分鐘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三乘50 150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呢 就是如果認作劇烈有氧運動的話 他可以當作兩 把它稱為二就是中等強度有氧運動的時間 那基本上如果都以劇烈運動來做運動的話 基本上一個禮拜大概三次 一次二十分鐘以上 那基地訓練呢 每週一個要兩次 兩天 從事 八到十組大肌肉群的基地訓練 我們選擇適量的阻力 讓你每個肌群的阻力大概就是八到十五之間 年輕正常人八到十二下 如果是老人 還是有心血管 各種慢性疾病的話 就十到十五下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來調整阻力的情形 當然 最後一段時代的還跟 在場來的各位 其實都是一個 大部分都是已經有在規律運動 喜歡運動 來聽我今天演講 那其實大家要把這個訊息 帶回去給 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家人 那群沒有在做運動的人 所以你要告訴他 運動有什麼好處 然後呢 真的他常常看到這群人 都因為 沒有時間做運動 沒有時間做運動呢 我們也鼓勵他 多跑 有時間就走樓梯 在捷運站的時候 可以 故意前一站就下車 故意花點時間去走路 公車提早兩站下 捷運提早一站下 這是一個標準的 我們在鼓勵 這群上班族 他們沒有時間做運動的人的做法 那工作中也不要太 就是說 你要 找時間去休息 上廁所 做做伸展操 那如果不要太長 低頭 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看電視 這看電視 也可以做 邊看電視做一些活動運動 這是一些很多的 國民建設就做一些建議了 所以除了剛才談的這些運動以外 也要鼓勵這群沒有運動的人 那我們今天的跟演講報告到此 謝謝大家 感謝陳周恩擺忙之中 今天這個演講 那現在我們有雙向溝通 我們兩邊都有麥克風 請您對著麥克風來發問 請您對著麥克風來發問 請您舉個手 我們採取 一問一答的方式 有沒有問題 來跟陳周恩請教的朋友 慢慢走 請問主任 你剛才提到說 心臟病的病人可以運動 可是我一個朋友 他是有心臟病 他說我走路十分鐘 就快闖不過氣來 那這個人怎麼運動 會不會說運動 導致他 生命危險 那有剛才有提到那個激烈運動跟肺力運動 這兩個運動是一樣的嗎 謝謝 剛才其實有提到激烈運動 其實這個名詞用的肺力運動 兩個都是一樣的事情 中等強度跟中等肺力是一樣的事情 激烈運動跟肺力運動是一樣的事情 那我剛才提到 其實我剛才有一個安逸 其實沒有時間上沒有講 我在醫院裡面 我們叫做心臟護健 其實我剛才提到的 真是心臟的病人 我們要讓他運動 而且現在研究證明了 一個心臟疾病患者 他如果有經過適當的 運動的護健訓練的話 他如果可以完成 在醫院裡面36次的訓練 那這樣的話 他的長期存活率會 死亡率會下降25% 就是心臟護健 那其實心臟護健其實是一個 我們健保幾乎的項目 所以他其實他有一些 處理 那我在醫院就做的事情 當然你就會問說 那醫院怎麼做 醫院其實會透過 我們會做這種 真正讓他在 跑路機或腳踏車做運動 我們會監測他的所謂的 運動過程中的心電圖 我們會看到運動中的氧氣消耗量 叫攝氧量 那我們會精準的去幫這個心臟病人 知道他在做運動 這心臟病人 他大概哪個強度 是適合他的運動強度 而且哪個強度對他是安全的 然後是在專業的治療師下帶著他訓練的 所以這是一個 醫療的已經是到醫療程度的情形 所以 你提到了心臟病人可不可以運動 可以 那他可是他就 不是說我們這樣說 一般講完就去運動 他就真的是經過精準的評估完才做處理的 好 好 來 請問主任 那個 一般老人都是 膝關節退化 那膝關節退化的人要怎麼運動 非常好的問題 那其實在場長者相當多 膝關節其實在長者來講運動 這個是會我們要 清醒 那基本上 有氧運動訓練這件事情的話 我剛才有一張 患症篇有提到 其實 我們可以選擇 讓膝關節不要壓力那麼大運動 所以一般來講 走路 走平路是OK的 爬樓梯的登階這些東西可能量要少一點點 那第二話呢 如果 當關節沒有退化得很嚴重的時候 相對於來講 腳踏車 因為我們屁股是坐在 椅子上 所以 重量比較不會到我的膝蓋去 所以不管是固定式的腳踏車 還是你到 那個 外面騎腳踏車 這種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那健身房裡面在一些運動中心的一些 腳踏車設備 他甚至像腳踏車有一種 就一般的腳踏車 也有那種 後面有靠背式腳踏車 這些都是可以用來 做運動的有氧運動訓練 還有一些肌力訓練 那接下來呢 要談了 膝關節在肌力訓練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建議要訓練我們大腿的前面肌肉 叫裹似頭肌 所以 裹似頭肌的訓練 可以就是 在 剛才有張圖 是用抬腳的 訓練 那個地方也可以綁上彈力帶 也可以用來增加裹似頭肌 甚至到 運動中心的主力設備 他們有一些專門訓練 裹似頭肌的 也都是很好的情形 那如果你會游泳的話 更好 因為 在水裡的運動 因為有福利 所以 那個 在水裡做運動 對我們的膝關節 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牽涉到 很多情形 那其實有很多長輩問我說 陳醫師 我就不會游泳 那我說其實 可以去試 因為我自己的病人 我自己的經驗 大概就是 我曾經有74歲的長輩 然後我叫他去學游泳 那他過了半年糟糕 他真的是 他就去學游泳了 那我覺得 游泳 不要有時候 沒有經驗過 倒是可以去試看看 因為現在的年輕一輩的小朋友們 他們在學校都已經有被游泳訓練過 那我們 目前長者 他們在以前年輕的時候 相對 接觸游泳機會 沒有像現在那麼方便 那其實我覺得 下水去游泳 甚至在水裡的 走路活動 對我們的體能 還有對關節保護都有 OK 大家再回答你 那我要做一個說明 像我們基金會 法律委員會的 召集人 他也做過台大醫院的法律顧問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就是游泳 然後慢走 游泳 游泳非常重要 他幾乎每天去游泳池游泳 所以剛才 陳總言講得非常好 那我也這個 跟大家報一個見證 我跟他認識了40年 他說我基金會 法律援助委員會的召集人 他也做過台大醫院的法律顧問 他就是每天游泳 他就是每天游泳 他有什麼問題沒有 請請請 請教陳主任 運動的老師 他都教肩頸運動 都是前後左右 有的老師是繞圈圈 請問這個有一個標準嗎 基本上 肩頸的運動 基本上我們脖子的設計 本來就是可以前後左右繞圈圈的運動 所以他用到的每個動作都有他的肌肉群 跟他的伸展 所以原則上是都可以的 那可是 我要講 請講可是 可是要聽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 在尤其長輩的時候 頸椎會有一些退化關節炎 然後有一點骨刺 有時候會壓到神經 所以 有時候會壓到血管 所以在做頸部運動的時候要注意 就是說 如果 你在做哪個動作的時候 會引起頭暈 還是會引起疼痛的動作 那就要 停 就是 大家 老師帶著做動作 可是 有些動作做到會不舒服 就不要 就那個動作就避過去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會有頭暈的時候 那個速度不要太快 就是你可以做慢慢的伸展 慢慢的拉 可是旋轉態做 太快的話 有時候 比較會有暈眩 還是說血管的一些問題 大概就是我用這樣的補充 後面 請您對著麥克風 都要轉播出去 蘆醫師 我是 我在做運動 但不是有表情 但是我有朋友建議 我說 在家裡 那個在船上運動 比較不會倒人跌倒的 那個 請有寫度 這個正確嗎 OK 很好的問題 基本上 我們在做運動的風險 另外一個是 是 跌倒 這其實提的問題 所以 在床上做的運動 不會跌倒 這是合理的 印在床上 只是床上做的運動 我們比較能夠做的動作 常常都訓練一些 核心肌群 脊椎的核心肌群相對的運動 我可以練一些下肢跟上肢的肌力訓練 可是 他要做有氧運動來講的話 就相對我們現在既有的運動模式 就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 他在一些肌力訓練的時候 避用在床上做運動 是好的 是OK的 可是有一些運動 可能床上沒辦法達到的 我們就還是要得去加上去 我大概用這樣來 回答 有志工提問 我本身是COPT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患者 那我現在 走樓梯 或是 走 走路 我覺得很喘 因為我那個氣管 肺的氣管裡面已經萎縮掉了 那我剛講 剛聽到好像是說 運動好像比 游泳運動好像對我來說 好像是比較適合 那我現在 我覺得這樣子 如果 要去運動 游泳運動的話 可是 要有這個時間 等等 那除了游泳之外 有沒有還有其他東西 對我來說 會比較好一些 或者是 讓他的強度 達到一定的強度 這樣對我身體才會有幫助 請教理 謝謝你 好謝謝 這位志工先生問的問題是所謂的慢性肺 肺病疾病的一個運動 那在其實在醫院層次裡面在做訓練 我看今天花了比較多時間在談心臟疾病 心血管疾病 我們叫心臟復健 那在所謂的這位志工提到的 它是屬於肺部復健 那其實都是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運動強度的調整上 方法是一樣的 然後在肌力訓練的建議上 也是都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回歸回來會針對 因為在醫院裡面如果會針對你的疾病的時候 會對 對這疾病本身的一些相關的事情 我們會去處理 肺部的一位分泌物就是痰這部分的處理 如果把肺部的弄得比較乾淨 這是一種狀況 第二呢 我們會再針對 肌力訓練也有包括 呼吸肌肉的訓練 我們會訓練你的呼吸的肌肉 包括你的橫勾的肌肉 包括你上肢一些呼吸的補助肌的肌肉 那這些也是在這裡面訓練 那有氧運動訓練也是其中的 那在水底的運動來講的話 目前有限制的是 心臟衰竭的病人 疾病來講我們就不太建議下水 那可是就肺部來講的話 如果沒有造成心臟的問題的時候 肺部病人並沒有說限制不能下水 倒是沒有 只是說真的胸腔扣在水裡面的時候 你的因為還有水的壓力在 所以相對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在相對比較潛水的位置 不要到胸部那麼高的地方去做 那至於剛才提到這些問題 其實在醫院裡面 不管那個護腱科還是胸腔科 都有這種所謂的肺腹圓 還是肺腸護腱的 的訓練計劃 那其實有機會也歡迎 請問主任 這個病人有 旋轉激化炎 主體激墨炎 手也會麻 種種症狀 他都去做復健科 做了幾個月以後 效果成效有限 後來他想說 不然我自己去做運動好了 結果去爬山 結果一些症狀完全都消失了 那這樣我想請問一下 是不是我自己去做運動 會比做復健好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要談到 其實在我們年紀營 到一個退化程度的情勢 其實我們有很多 軟組織的疼痛 剛才提到的 剛才我們這位問到的問題 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肌腱炎 主體激膜炎 還是一些 局部的疼痛 那其實我剛才提到的 有氧運動訓練 他對我們疼痛 有整體 下降的感覺的效果 所以其實 在一些多處疼痛的人 我們覺得 適度的有氧運動 其實是對疼痛改善的 就是你講的 其實是沒有錯的 所以 我們會鼓勵 適度的 有氧運動 包括了散步 然後呢 甚至快走 甚至水中的運動 這些 其實他對這些 整體的疼痛 其實是有改善作用 那你剛才提到做復健 其實我們在談 你剛才提的復健是指 單獨對某個部位的一些疼痛的物理治療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其實 您講的是沒有錯的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看到有些 身體到處都痛的人 那我們做法就是 讓他去做一些有氧運動 有點流汗 可是也不要太劇烈 也不要那個運動的形式 要幫他挑選擇 讓他不要傷到他既有的受傷部分 這樣的話 對他的症狀改善 其實是有改善的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陳主任精采的演講 精采的回憶 不切勞